看来这次客人发的火是比较大的 具体情况我还没有查清 马上安排对客人的安抚工作 至于对潘映龙的处理嘛 我看还是要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 谁上潘映龙肯定是不能上了 他本来就是实习生 论业务论经验 他做贴人管家本来就不够资格 而且已经出了好几次事了 林总 你认为呢 看来人是非患不可了 Miss Keeler 我们真的对不起 我们对不起 和悲伤和悲伤 我们对你 非常抱歉 这里是一张 全我们的详细和详细的详细 你们新的奖励 请选择一个或多的奖励 where is Mr.Pong? Mr.Pong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other locations he won't be your奖励 anymore we have... why? why you changed my奖励? Mr.Pong, you mean you still want to keep him? yes, why not? his lack of experience they are afraid of... no, his service is very good I'm very satisfied but you must make him to guarantee guarantee to obey my order 贴身管家服从客人的安排 那是贴身管家应尽的职责 那如果客人坚持要潘云龙带他上小饭馆吃饭 潘云龙去还是不去呢 如果客人坚持要贴身管家带他出去吃饭的话 我看可以出去 但是必须注意 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 第二,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饭店吃饭 第三,一定要和饭店保持联系 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 要及时向饭店报告 好 那你马上给同家园打个电话 看同家园跟潘云龙谈了没有 如果没有谈,就不用谈了 好 他不愿意再当贴身管家了 我把道理都跟他讲了 他说宁愿回到俱乐部去当时医生 也不愿意再当贴身管家了 但没办法 客人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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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你手上有什么呀 洗那么长时间 是送街油 你吃完饭了 没有 待会儿要陪客人出去吃 你是要陪客人出去吃煮菜吗 你知道去哪吃吗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师傅 应该知道 待会儿有个司机送我们去 我知道有个地方 就在飞侠街快走到头的地方 路口有一家飞侠餐厅 那就是卖土菜的 而且特别干净 听说是个留学生开的 我想你们去那吃 应该不会吃怪肚子的 谢谢 不谢 欢迎订阅一下 新疆 fed 全属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吃吗 服务员 服务员 你们这里有红茶吗 红茶没有 什么红茶 那结账吧 黄总和梁律师去哪儿了 我想见见他们 你说阴海公司的黄总吧 对 他们有事没过来 你先在这住两天 等杜总忙完你父亲的丧事 可能你们度假的人还有事要谈 喂 哈喽 谁无以为你又没开机呢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 我在上班呢 不方便 我现在在余城呢 我现在在余城呢 回头打给你啊 梁律师 梁律师 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我现在应该可以看他的遗嘱了吧 杜总 杜总 对您的要求 我表示非常的抱歉 因为根据立主任的意愿 这份遗嘱必须在所有受益人全部在场的情况下 才能公事宣读 这份遗嘱的受益人 有您 您表叔 表婶 和你舅舅 还有 几十年来一直照顾你父亲生活起居的李阿姨 再就是你父亲非婚生女儿汤豆豆 只有他们全部在场的情况下 遗嘱的内容才能公布 是 这里是两百万元现金 这是一份条件优厚的 常年法律顾问合同 这个合同规定 我每年支付你三十万元的个人酬金 有案子的时候 非用另损 法律顾问合同 杜总 我们事务所有正规的合同文本 至于价钱嘛 可是顾问的范围 我们共同商谈 不过三十万元应该不算少 他应该包括很大的服务方 这样吧 杜总 我代表事务所向你表示 这是给你个人签的合同 和你们事务所 我会另外签个常规的合同 就照你的合同样本 就照你的合同样本 这里没有别人 杨律师 只有你和我 只有你和我 我们去妙相吧 今天太晚了 来不及了 要去明天再去吧 快点 快点 都觉得吗 对 小姐 您捐的钱我都已经捐了 这是当给您开的收据 您要不要 请退下 不要担心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照杜盛元先生立主时的要求 遗嘱必须受益人全部在场 才能公实宣读 遗嘱的受益人除了牙以外 都是杜盛元先生的血亲和殷亲 现在人都到齐了 我宣读杜盛元先生的遗嘱 我生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 明年二月就要满七十岁了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熬过今年 一切听从天命 回顾总结我七十岁人生道路 我自认为能力不强 但肯于吃苦 命运艰难 但与人为善 数十年奋斗 把圣元公司从无到有 发展壮大 总算留给儿孙一点财富 总算可以弥补我对我的孩子 和我的王妻的愧疚和不安 我希望我的儿子 都要结能够在我之后 使圣元公司有更加全面的发展 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相信我的儿子 有能力实现我的理想 让圣元的事业鼎盛 与千秋万代 关于我的财产 包括我在圣元集团拥有的权利 特做如下分配 一 我的表兄和表嫂 是我从我个人存款中 拿出两百万元 给他们养老 二 虽然我在我的妻子去世以后 已经对他的家人做出了安排 他的父母也已经过世 但他的弟弟多年来 和我感情亲密 所以我向我的妻弟赠予一百万元 了补生活之券 三 李阿姨从我十二岁时就来我家 一直照顾我长大成人 一直照顾我走完一生 我由衷地感谢她 在我的遗产中 赠送一百万元给李阿姨 供她安度晚年 四 我的非婚生女儿 虽然因我的偶然错误而出生 但也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 好在她已经长大成人 可以自立 我在我的遗产中 分给她五十万元 资助她学业有成 除上述分配之外 我的全部财产和在圣源集团 及相关企业和机构中的职务 均由我的儿子杜耀杰继承 祝职员2005年12月15日 遗嘱宣读完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有个亲妹妹 谢谢 能继续为圣源集团服务 非常荣幸 你是珍兰的女儿吗 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和你一样漂亮 这是你妈妈谈过的情 不愿意 你妈妈语 你妈妈妈 你别人 感谢 那段里 你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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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嘱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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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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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已经上呼吸机了 从哪能来着进 什么 四万块钱 谁寄来的 上阳公司 黄万军 我听上阳公司的人说 他们马上要成为你们饭店的老板了 所以对你们这些业务骨干 要给予格外的照顾 你妈要是没有这笔钱 她的命能活多久 那就很难说了 你要好好地谢谢人家王总 你无论如何 要替你妈去给人黄总磕个头 她是你妈的大恩人 也是咱们全家的大恩人 你千万要好好地干 不要舍不得花力气 懂了吧 好好 那就这样 我挂了 黄秀的街 你好 不好意思 请问我 你喜欢什么 喝吗 不 请 好 等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忙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这几天太累了 没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调查完了 请问这是几件套啊 这是四件套 这种套房一天多少房价啊 对不起先生 这里有客人住 如果您想参观这类房价 请和销售部联系 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帮您 不用了 那我自己联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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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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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人的方式 什么 你要辞职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不干了 请你转告黄老板 那四万块钱 我会还给他的 那钱你不用还 你怎么那么傻呀 我不想欠他的 我不想欠任何人 你当然不欠他的 你为他所做的事情 价值远远不止四万块钱 我也不想为他 做任何事情 可你已经做了 你辞职要去哪儿 我可以去其他地方 现在深渊集团 正在帮你实现这个理想 我可以用正当的手段 去实现理想 手段并不重要 目的才是重要 目的并不重要 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不希望 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 但区别就在 能不能付出真实的努力 能不能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你以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 那些功成名就的人 都问心无愧吗 你以为凡是成功的人 都是最优秀最努力的人吗 那些从地底下爬上去的人 他们的心里有多少内幕 你知道吗 你以为他们的每一步 都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么真实吗 这个世界到底还有多少真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女孩送来的 那女孩现在应该也算是 圣元集团的人了 我听说 她和圣元的老板 有血缘之亲 你这个新老爸 到底跟你长得像不像 是你原来的老爸像 还是这个老爸像 那当然这个像了 这个是亲生的 那可不一定 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的人 天天你看我我看你的 就会越来越像 逗逗 你妈去世前跟你说什么了吗 给你留下什么话了吗 没有 你妈原来一句都没跟你提过她吗 没有啊 对了 你们家原来这钢琴就是你这亲老爸送的吧 对啊 所以我老爸老妈老是因为那家钢琴吵架 后来那个老保姆跟我说 那个老板可爱我妈了 嘿嘿嘿 那不是老板啊 那是你老爸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只有这么一个老爸 东西 你听他说什么呢 别说话 都听不清了 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过哪儿知道 逗逗 那是谁啊 没错 死 어여 死费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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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老王 不会是赞助的事黄了吧 赞助的事黄倒是没黄 我们单一给的钱肯定会给的 你们这次去省城参加负赛的费用 还是按我们说的 都不变 但是对外 你们不要再打圣元集团的气候 该给媒体的钱 该给组委会 评委会那些人的钱 你们照给 但是你们以后 不要再提圣元公司的名字 OK 这是为什么呀 这不是也为了扩大圣元公司的影响吗 这事儿多少有点广告效益吧 要不你们为什么要给赞助呢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 这是我们黄总的要求 你再跟你们黄总说说 这踢踏舞它是很传统 是高档的艺术 这艺术圈里都认可的呀 绝不会跌你们圣元面子的 你看 爱尔兰的那个大和之舞来中国 都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 那可壮观呢 现在又多了一个王者之舞 还有世界踢的舞之王 麦克弗莱利 那连北京的主流媒体 都在宣传报道 可能 我们黄总 另有引钟吧 稍等一个女人 几何咱们这个药 一家人了 好的 好 好 互相协作 行 互相协作 为了共同的利益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来 赵律师 好 来 行 过几天可能就要辛苦你们了 今天把印象书一签 可能马上就要做正式的合同文本了 是啊 做的时候你也一起参加吧 我不参加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万城大酒店的人 你还要在这里实习多久 想不想回所里上班了 快了吧 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 我看你是不想回去了吧 你看 这里多好啊 我又不是学饭店管理的 我干嘛不回去啊 就要是宜于哪 这 Few 好 你们进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金智爱在他父亲死后始终不在韩国露面 据说一直隐居在中国 他父亲金智患的前妻金宰花 已经因为金智患的遗产问题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据说金智患生前的律师最近来了一次中国 据韩国报纸猜测 他是来见金智爱临危受命的 但是这个律师回国之后 突然因病辞职 据说在他辞职之前曾遭死亡威胁 咱们在时代银海分公司内部的关系向我们透露 金智患在他父亲死后 有改组公司高层的想法 对金智患这边的动向也要加强了解 他有什么动向让通家言及时报告 知道了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啊 时代公司是越乱越好 也许在这个时候 我们倒是应该祝愿金智患平安无事 因为尹孟石一旦大权在握 他会很快拿下主题公园这个项目 可现在只要金智患还在公司总裁这个位子上 这么大的项目 依照法律就必须有金智患的认可 二季度的广告要换个广告片 你让策划部马上拿出个方案 赶快重拍一 重拍 那广告片才拍的还是新的呢 这是总公司的意思 总公司叫换就换吧 这次重拍 别找那几个跳舞台子了 上次广告片的汤豆豆 现在既然是杜总的妹妹 总公司那边要不要我们做些什么 听说那个女孩马上要到省里去参加舞蹈比赛了 她那组合叫什么来着 真是 真是 听说你挣了比外快 你怎么知道我挣外快了 你东东告诉我的 听说圣元集团老板跟你是亲戚是吧 那你要是挣到外快了呢 咱们就有办法了 要是没挣到呢 那你能不能去找找她 到这个时候 我可跟你们说啊 到这个时候 那可是关键时候 这时候你们要给我搭不上链子 我听说别的参赛队呢 都在积极活动 想方设法 连灵权V6组合 都在打中关节 不是钱的事 钱我可以出 但是之前我已经说了 我绝对不拿钱去买名次 参加副赛请教练请导演 和制作MV的钱我都可以出 包括买更好的服装都可以 除了拿钱买名次 买名次 你多丢人啊 这怎么是拿钱买名次啊 那人家都塞钱咱们不塞 那不等死吗 逗逗 话这么说 要嫌难听 咱可以不这么说 咱就说是 用什么词说不一样吗 哎呦 行了 咱就别在这咬完交字了 今天咱们说的都是现实情况吧 谁也别讲大道理 大道理谁不会讲啊 再说了 讲大道理 你们谁讲得过我 复制出来了吗 好嘞 黄总 请看屏幕 我们初步看了一下 这个主题公园的规划图测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那个客人什么时候走啊 谁也说不清楚 什么客人这么重要 还不让你回家 反正就是贵宾客人呗 那他是哪个国家的 是干什么的 韩国人 韩国时代公司的 时代公司的老板 他一定是个老头吧 不是 是个女孩 而且很年轻 他爸爸原来是 韩国时代公司的老板 现在他是 年轻的 那都漂亮吗 还行吧 挺漂亮的 而且 韩国女孩都挺会打扮的 是吗 原来你不回家 就是去陪一个漂亮女孩去了 怪不得呢 那他对你好吗 以前不行 现在还好吧 相处时间长了 怎么着都有默契了 都有默契了 那 默契到什么程度了 比跟我还默契 不如你默契 那就是现在还不如我 嗨 比你差远了 那个女的跟你完全不同 那个女孩太神经质了 太凶了 我不喜欢那样的 你是真不喜欢 还是假的不喜欢呀 我真不喜欢 真的 他是客人 我是管家 这是哪个哪儿啊 阿龙 你说 现在还有多少东西是真的啊 应该有真的吧 只要这个世界还在 总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 说实在的 我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是真实的 你也真实啊 也许吧 至少我们的舞蹈是真实的 我们对艺术的态度是真实的 过两天 我们只要去省城参加比赛了 一场真实的比赛 我现在心态挺好的 我想不管输赢 只要对得起我自己 对得起我们组合的名字就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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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你带我提供 i hanel 아래 내가 살아야 하는 그대가 숨쉬고 있으니 우리 다른 인연으로 꼭 만나기를 나 양속을 하겠어 我 那些世界最高的 永恒的 我 最高的 你 我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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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很高兴 杯子 你也喝 我不会喝 你也别喝太多了 难了 难了不会喝酒 我不信 我要你陪我喝 对不起 志爱小姐 现在是我上班时间 非常抱歉 我不大方便喝酒 现在我只是要有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爱我 对我诚实 让我有安全感 那就过了 那就过了 那你找到这个人了吗 这个人 就是我的父亲 那你的秘书朴先生呢 难道他对你不诚实吗 朴先生 他很忠诚 他跟我父亲很多年了 他是一个最好的人 现在 除了他 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想好了 如果 我回不了国 那我 那我 去 那边的山巷 去当你好像去 潘 你跟我试试你好不好 我 嗯 谢谢你的家里 你还没有去吗 没有 我还小呢 你不是也没家吗 酒 在什么地方 今天喝太多了 喝这么多会伤身体的 不 谢谢小姐 你喝醉了 阿龙 我们到了 不知道接下来的比赛 将会怎么样 我心里特别紧张 我想你 逗逗 你醒了没 要不要去吃饭 几点钟了 几点钟了 是早餐重餐